人和人之间最复杂的是感情 最单纯的也是感情 以自己的心 去融化尖兵 去换回另一颗心 需要时间 也需要毅力 后妈难当 难就难在 他们没有大破大力的勇气 关婷很小就知道 关婷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 但她没见过 也没听她妈妈说过 邻居总喜欢聊关婷家的八卦 问她妈妈有没有去看过小哥哥 她妈妈可真心狠 把她哥哥说扔下就扔下了 每逢这时 她妈妈总一脸冷漠的走过来 把关婷扯回家 她曾经也问过妈妈 但她妈妈会发火 说大人的是小孩子别管 时间长了她也就不敢问了 关婷想 从前妈妈大概有什么伤心事 所以不愿提 可直到她妈妈将她也扔下 头也不回地跟着别的男人走时 关婷才明白 就如邻居所说的那样 她妈妈只是单纯的心狠 她妈妈同其他人合伙 开了一家旅行社 算得上半个老板 每天去旅行社咨询的人 形形色色 她妈妈和一个经常 带公司员工旅游的客人 熟络起来 有好几次 她妈妈都亲自上阵带团 就在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她妈妈和那个男人 说着笑着滚到了一张床上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关婷的爸爸关伟心也大 从来没怀疑过关婷妈妈 导致她妈妈胆子越来越大 竟然自己拍了和那个男人的照片 那天关婷用她妈妈手机玩游戏 就全翻了出来 仿佛是早已经在等着这一天 她妈妈轻飘飘地吐出离婚两个字 关婷巴拉着她手中的行李箱不撒手 惨兮兮地哀求 妈妈不要走 其实在她的泪眼婆娑中 关伟已经选择了退步 丧着一张脸 修改自己的底线 关伟表示 这次自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 她和那个男人了断 以后他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这件事就到这为止 希望从心底生疼起来 关婷以为这个即将散架的家 会因为爸爸的隐忍而得以保全 妈妈也会因为爸爸的大度 而懂得珍惜 却没想到 她妈妈铁了心要走 关婷妈妈认为已经这样了 再过下去也没意思 与其往后吵吵闹闹 不如现在断个干净 关婷从来都不知道 在婚姻里先犯错的人 竟然能这样的理直气壮 后来她偶尔会想 当初那张照片 会不会是妈妈故意让她发现 再由她来捅破这片天 关伟在感情上摔了一个大跟头 颓废了几个月后 幡然醒悟 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事业上 原本她和堂弟官吏 一起开了一家广告牌制作公司 接一些商家的门头和灯箱设计制作的活 单子不多不少 确保生活的前提下还小有存款 在经历了婚变后 关伟一头扎进业务里 到处去拉订单 前后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她没日没夜的在外跑 十天半个月都不见得在家里录一次面 关婷就跟着小叔官吏生活 老话常说 东边不亮西边亮 婚姻失忆的关伟 竟然在生意上打开了新局面 近两百个日夜的努力 关伟终于拿下了某著名酒夜品牌 在泰州地区所有形式的广告宣传代理 当初的小广告公司逐渐扩大 一年后有了第一家分店 他们从小房子换到了大房子 还换了那辆被当成拉货专用的私家车 就是在4S店买车时 关伟认识了做销售的杨岚 比起她前妻 杨岚实在算不上好看 杨岚圆滚滚的身材 走起路来向支企鹅左摇右晃 脸蛋胖乎乎的 白膝里跃着几颗小雀斑 她一开口 关婷就觉得炸耳朵 嗓门跟个大喇叭一样 关婷不喜欢她 原本接待他们的是杨岚的一个同事 那姑娘嘴皮子利索 机里呱啦一通说 忽悠的关伟决定办理无锡车贷 签合同之前 关伟听到旁边带其他客户看车的杨岚 再询问客户全款买的话钱够不够 如果够 没必要办贷款 关伟紧着又多听了几句 杨岚说所谓无锡贷款 其实并没有占的多少便宜 其中还有手续费 产证也需要办理抵押 手续冗杂繁琐 这么一听 关伟才重新冷静下来 按之前的想法付了全款 签完合同 关伟找杨岚加了微信 说下次买车要找他 杨岚微微一笑 细长的眼在春日的暖阳里泛着光 在店里等着办手续的空档 杨岚带看车的客户说 还要再考虑一下 闲下来的杨岚 给他们倒了两杯菊花茶 香气四亿里 杨岚替关婷重新扎了头发 杨岚胖乎乎的手扶过关婷的头皮 软绵绵的 关婷的心也跟着软绵绵的 回去的路上 关伟给关丽打电话 鼓励关丽买车的同时 还不忘夸赞杨岚 关伟表示杨岚真的是良心销售 差一点自己就被套进去了 他来买时一定要找杨岚 给自己办手续那个销售 眼神都能杀人了 可不得杀人 明明可以拿更高提成的 杨岚这一搅和 硬生生少了一笔收入 这人怕是有点毛病 自己不要挣钱 也不让别人挣 第二次见面在三个月后 关丽给关伟安排了一场相亲 对象就是杨岚 关丽表示 他有多少次穿着两只不同的袜子来上班了 那衬衫皱的都拿不上嘴说 家里有挂烫机 他也记不住用 他自己过得乱七八糟就算了 关婷一个小姑娘 白校服被他洗成了彩色 三天两头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去上学 什么形象都没有 他让关亭在学校里怎么和同学相处 最后一句话戳了关伟的心窝子 相亲的地点离广告公司不远 关亭跟着一起去的 杨岚换下了职业装 穿着寻常的衣衫 看见他们 他细长的眼里盛满了星星 杨岚认为他俩这也算有缘分了 关伟三十多岁的大男人 声音细得如同文盈 表示关丽之前没说是杨岚 关伟告诉杨岚他有个女儿 后面的话关伟没机会再说下去 杨岚快人快语 率先表明了态度 表示介意的话 他就不来了 关丽都跟他说了 他也离过婚 他结婚早 生了个女儿 前夫家重男轻女 前几年他出门办事 托公婆看孩子 他们不上心 孩子掉进鱼塘里没了 后来他就离了婚 官尾错愕 关亭也瞪圆了眼睛 没想到杨岚春风话语一般的笑模样背后 竟是这样的伤痛 那天吃完饭后 杨岚就带关亭去买了一套粉色的纱裙 杨岚表示他女儿在的话 比关亭要大一点 这辈子他没机会给女儿打扮了 要是女儿也在他身边 他一定把他们俩都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言谈间 杨岚一双手上下翻飞 给关亭整理衣服 给关亭梳理头发 关亭看见他眼里隐忍的泪光 久久不曾落下 后来每次见面 杨岚总会给关亭带各种礼物 光各式各样的投花发卡 就攒了小小一抽屉 新衣服更不用说 杨岚总觉得小姑娘家旧的清爽干净 除了穿着打扮 直接掳获关亭心的是 杨岚的一手好厨艺 官尾工作忙 杨岚就揽下了接送关亭上下学的活 每天晚上放学后 杨岚总是先接关亭去他的出租屋 一边招呼关亭写作业 一边钻进厨房张罗晚饭 两菜一汤是标配 端着饭碗 关亭不止一次的想起 从前他妈妈在身边时 好像也难得有这样的热汤热水 官尾忙完工作会来接关亭 偶尔太晚了 也会让官亭直接睡在杨岚家里 夏天雷电多 杨岚就把官亭搂在怀里 有时给他讲故事 有时陪他看儿童电影 反正总能找到一个方式 让他轻松地睡去 大半年后 官尾和杨岚领了证 婚礼定在年底 杨岚搬进官亭家里之前 找他好好聊了一次 杨岚表示自己想告诉官亭 他不是来抢官亭爸爸的 是来加入他们 和他爸爸一起爱他 那一刻 官亭觉得杨岚 在把他当成大人一样的沟通交流 于是有浑然天成的底气自心底冒出 杨岚搬进来后 张罗的第一件大事 是官亭的十岁生日 隆东冷风撞在脸上 激起一阵阵站立 杨岚早早就开了家里的空调 觉得客人们到后可以暖和些 中午在酒店吃的饭 地方是杨岚联系的 菜单也是杨岚订的 菜色丰富 色香味俱全 十多桌的亲戚朋友 私下讨论着杨岚这个后妈的所作所为 有几个本家的亲戚 瞅准时机拉着官亭探听 新妈妈对他好不好 有没有凶他 他爸爸和新妈妈还要不要再生宝宝 生了小宝宝就对他不好了 他可不能同意他们生 官亭有些想笑 当初他妈妈走时 也是这些人 在他耳边痛斥他妈妈如何心狠 现在还是这些人 在官亭耳边念叨着 该怎样同杨岚抗争来保住他的地位 别人的家世 总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还没等官亭给杨岚证明 杨岚已经先他一步开了口 表示无论以后他们生不生孩子 官亭都是他们家最受宠的 风轻云淡的几句话 赌得所有人面面相觑 从那以后 杨岚在官亭心里的形象 就高大了起来 无论大事小事 杨岚都能妥善处理 他的力所和能干 让官尾妇女俩的生活 一步一步走向光明 官亭以为杨岚总是温柔的 却没想到 他也有颇赖的一面 那是为了替官亭撑腰 那是期末考试出分数的那天 官亭在班级综合排名第一 却惹来另外几个同学的不满 才十岁的孩子 讲起话来刻薄又尖酸 表示成绩再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坏种 他妈不要脸 跟别的男人睡觉 还当谁不知道似的 好几次放学 人家都是让新妈妈接走的 新妈妈辅导作业 难怪成绩节节高 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成绩差了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 傻了不拉几替别人养孩子的新妈妈 字字戳心 句句扎耳 官亭看着眼前的几张脸 气得浑身发抖 他们羞辱完妈妈后又羞辱杨兰 愤怒完全将官亭的理智压了下去 官亭捏紧了拳头 不顾一切的扑上去拼命 压根没想起来寡不敌众这件事 那段时间正好官尾出差 杨兰接到老师电话 请了假 急匆匆赶到学校时 官亭和那几个学生 正垂着头 在老师办公室挨训 官亭已异第三 小腹上不知道被谁砸了一拳头 竟拦着抽腾 对方也没讨到便宜 一个被他挠花了脸 一个被他咬了胳膊 深深的一排鸭印 隐隐渗出血丝 还有一个大概是小腿被他踹到了 站在那腿肚子都打晃 老师唬着一张脸问来龙去脉 让他们一个个说 对方三个人都躲躲闪闪 只说是官亭先动得手 轮到官亭说时 一向温柔的杨兰立刻就炸了 杨兰一把将官亭扯到他身后护着 冲着对方三个家长连猪炮似的发难 表示看看他们教出来的什么孩子 小小年纪心思恶毒 官亭妈不偷不抢 爱着谁的事了 要他们来批判 随随便便议论别人的父母 用这个攻击 他们也不嫌骚得慌 他们为什么成绩差 因为他们素质差 杨兰告诉他们 他就是官亭的新妈妈 他就乐意给官亭辅导作业 往后谁再不服气的 用成绩来跟官亭打擂台 以多妻少也好意思 杨兰吼得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从学校出来后 杨兰就带官亭去了医院 抽血咽尿做B超 浑身上下都做了检查 那时官亭的小腹已经不痛了 杨兰还是不放心 认为他是不是傻 一个人就敢跟人动手 真出点什么事该怎么办 那是官亭第一次看见杨兰掉眼泪 官亭小声嘀咕 不疼了 他都没哭 杨兰看官亭一眼 轻飘飘的表示 自己已经没了个闺女了 现在好不容易多他这么个闺女 他受一点欺负自己都心疼 官亭偏过头 就那一次 杨兰在官亭学校一战成名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谁 捏着他的家庭 说过他半句不好 第二天晚上 官尾出差归来 故意板着脸讯官亭 说他一点都不和同学友好团结 端着汤从厨房走出来的杨兰接话 认为闺女不应该受欺负 那些人被惯坏了 一扭头 杨兰窜躲官亭 表示下次谁再欺负官亭 别自己一个人上 容易吃亏 叫上他 官尾吐了吐舌头 再没说话 嘴角却是扬起的弧度 岁月悠悠 爱也悠悠 一晃眼 杨兰嫁给官尾已经三年 官亭没想到他妈还会再找上门 那时官亭刚升初一 封闭式管理 平时住校 周末才能回家待一晚 有一次周五 他背着书包赶公交车 踏进小区时 万家灯火秘秘扎扎的亮着 刚出了电梯 杨兰就听见家里面有人在争吵 准确地说 是只有一个人的大嗓门 竖起耳朵一听 官亭就认出那是杨兰的声音 杨兰表示他是不是在搞笑 自己精心照顾了 好几年的老公和女儿 他一句话就要收回去 他凭什么 自己听说了他的事 那个男人是有家的 他一头扎进去 现在又来后悔 他知不知道 他才走的那两年 官亭和官伟过的什么日子 官亭上学他没出现过 官亭的家长会他没参加过 官亭穿多大马的衣服鞋子 他也都不知道 一冒头就是叫自己让位 谁给他的脸 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告诉官亭 是他妈妈 那个消失好几年都毫无音讯的女人 官亭推门进去 气氛瞬间凝固 隔了好几年 他妈妈还是那么好看 大概真如杨兰所说 他在那个男人身上栽了跟头 眼里的薄情都少了几分 见到官亭立刻讨好 给官亭买了个平板 觉得官亭做作业可以用 他忙不迭地从随身的购物袋里 抛出一个盒子递给官亭 官亭没接 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就好像他当初离开时 看官亭那样 他们聊了几句话 在官伟到家之前 官亭请他回去 以后也不要再来 官亭认为他们可以在外面见 但这里不行 这是自己和爸爸的新家 晚上洗漱完毕后 杨兰推开官亭房间的门 非要跟官亭挤在一张床上 杨兰表示这次考试不错 给他买了个礼物 看看喜不喜欢 是一条玫瑰花瓣的彩金项链 小巧精致 他捏在手心里 官亭表示贿赂他 有什么事就说 杨兰把一张逼超单 推到官亭面前 单胎 运十七周 杨兰表示 他很快要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 杨兰搓着手 局促地笑 官亭知道杨兰是心里打鼓 组合家庭再生孩子是大事 杨兰怕他不同意 所以要来探他的口风 官亭握着杨兰的手表示 杨兰可要把他的小玩具养得白白胖胖的 泪水从杨兰的眼眶里倾泻而下 官亭知道 他们一家人 还有很多很多年要一起走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这是实际ется anal组合格的 君子 con 都 有数 可 你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